准备 上回你说写作要看东京物语 我还重温了一遍 拍得真是好啊 是吧 妈 我特别喜欢里面那种 把亲情隔阂拍出来的感觉 不 这是我最近看的书 里面说小经有一种道德观 是不像允许自己撒娇的人 过分撒娇 我妈电话 喂 妈 我在我爸车上 这回放假祝你爸闹 自己多照顾自己 你爸他平常跟你聊这个聊那个 三五年的就只能埋头写书 去给爷爷扫安慕就早点回家 知道没有 知道了 知道了 那行 就这样 拜拜 你妈说什么了 没什么 这回你难得住我那儿 正好我新买的咖啡豆到了 你也能好好尝尝我的手艺了 哎 在家来了 阿姨好 好 来 还是这手 佳佳 你的房间在那边 你呀 把行李放好了 咱们晚上出去吃 来 这边 这边了 所以 thought 我议rog 是不是這樣? 那里有一本讲台湾电影的书 你拿去看吧 这本书我之前也想买来着 佳佳 你房间里还缺什么吗 我给你拿 都好着呢 阿姨 我放你房间的那个毛绒玩具 你还喜欢吗 我看你小时候照片上啊 总包着一只毛绒玩具 正好家里有一个 我就想着给你放床上了 我还以为是我爸放的 你爸呀 天天闷在房间里写文章 这些事哪会上心呀 我先去开会了啊 我去吧 你帮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帮来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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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吃吗 你们先吃 阿姨有点工作要忙 爸 等一下咱们去附近那个公园散散步 好多年没一块儿去了 好 那边那个游乐场现在都荒废了 你小的时候老缠着我 让我带你去买的 爸 我记得的 我的那只毛绒兔子就是在那儿买的 对 你不是说我都忘了 对 你不是说我都忘了 你喜欢阿姨吗 阿姨挺温柔的 也很周全 其实 阿姨跟我妈有点儿像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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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长城里发现的 爸 咖啡泡好了 爸 爸 要不这杯我来喝吧 今天豆子拿错了 这边有点不太新鲜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想离婚 你不就是嫌日子平淡吗 您一写书就是三五年 那谁能像你那样 不是人间烟火 我那也是为了写书啊 你整天只会跟他聊 那些行而上的东西 真正落到生活实处的事 你哪一点操心过了 不是 我说实话 周丽 如果你离婚 对他心里有影响的话 责任也全在你 日子平平淡淡的 不都是这么过的吗 您以为都跟你喜欢的 那些电影似的 爸 还没睡啊 睡不着 这几个月 在那边怎么样 挺好的 这几年都是一个人在香港 还习惯吗 还可以 我知道 其实你在那边不开心 但有时候忙着忙着 就忘了给你打电话 没事的 佳佳 你心里怪不怪我 因为我 因为我 和你妈离婚的事 没有 爸 你别想多了 爸 早点睡吧 明天要给爷爷扫梦 要早起的 爸 我小时候那么喜欢 那只毛绒兔子 你真的忘了吗 什么 那只毛绒兔子 是咱们最后一次 也去那个游乐场的手墓 那是我和你妈 最后一次一起 带雨出去玩 也去打电话 你没了 好 咱们不要 我 这就是 你有没有 这是 谢谢 这是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